大家好我是明俊 然後今天是第二次挑戰創業家這個身份 那我今天整個學習透過遊戲的訓練 我觀察到其實有時候市場上的需求 即使並不一定會按照自己的想像來發生 我們必須要更謹慎的配置自己的資金比例 然後避免自己錯誤判斷市場 像今天就失業了三次 然後資金一開始選了一個還不錯的物件 那是卡在那邊 那我學到風險其實就是我們要假設其最壞狀況發生 是不是會影響到不管破產也好或是我們資金流動 其實所有的狀況都要立立討論那是叫風險 那只有唯一狀況下我們才有可能去知道我們要做怎麼樣的選擇 因為我們不知道風險前我們其實什麼事都沒辦法做 那在培訓過程中我學到要懂得適當的配置自己的資金 並且靈活應用 有時候非常好的物件但是資金配置太重 會大好大壞 但是我想金明的投資人並不會讓這種事情發生 那經過培訓改變了 我想我改變了以往 從培訓到現在我學到的一些我可能只挑好的物件 只控管破產風險 但是我卻沒有掌握到那種資金靈活流動那種精髓的感覺 那我想透過培訓我得到了更深層 體驗什麼叫做精明度的感覺 以及錯估市場我所得到的那種懲罰的震撼感 那如果今天是假設這是發生的現場中 你可能沒有第一次機會再重來 那我也感受到其實這個身為一個創業家的身份 就是你要非常懂得市場的重要性 那把今天所學的總結也去送給自己就是持續學習 永遠做為一個有自覺的無知者 最後想感謝兩位老師跟兩位兄弟謝謝 謝謝